他说他在水分的管理有出了很大的问题 太湿了 他有四重图片 根部的图片 是不是有根硫菌的一些病争 还有一个是墨绿色 是不是植株没问题 还是品种图片 那他切开这又是什么病 老师来 这个水分管理太担 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跟你回答过 其实你也是抓到这个问题 但是又一个比较重要 依你传过来这个商品 看不出来是现存的危害 因为金都还蛮正常的 所以看不出来有结尾 还是说有稍微不正常的一个这个情形 所以根流现存 根流水分的问题是没办法去判断 所以水分的一个影响 不敢说没有 但是在金的这个部分 看起来要就比较 看起来要就比较 比较来说 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根流现存的这个情形 所以看不出来有这个病争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有基础有一个料 再来就是这个各有一点是这个墨绿色和白人都没同样 这个藏都没问题 结果有一点就和人没什么同样 这种生意出来就是这个墨绿色的这个经营 这有可能是什么款 有可能是他的一个 我们现在正的贵都是F1 F1就是一代十九 比如说他有一个亲本 一个富本 一个无本 所以你这个看起来 应该是他的一个 其中一个应该是无本 就是说他的这个母本要交好的时候 去没有交得 或者说他雏雄的时候 这个气料不好睡 比如说我们要雏雄 他的雏雄在交好的时候 那个肥粉有去污染得 所以因为 贵是雏雄同株异花 所以我们一般 比如说我这个做无本 所以如果这档还是做无本 他发出来 钢发出来 他就要把它粘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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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这档是做这个补本 做补本 这个补本的这个部分 他做塑本 所以通常他的跟他的 Cond、无本都会垂 那现在用这个补本 去交这个无本 去把它混回 混后把它绘上 有当时这个桂林里面可能是已经有的 已经裹粉的受粉是怎样的 所以他的桂子就够起来的时候 已经有他无分的一个肥粉去透纳中 所以这种我们就是说 我们通常叫做一带杂交的杂猪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F1 一般都是F1 一带十九的 但是有时候他就出现这种情形 一般的杂猪 像甘霸面我们很多好朋友有没有看过 这个玉露有一个粉红 很厚烦很厚烦 这种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无分 这通常是这种情形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杂猪 所以这是他的父母本其中的一席 这有可能 甚至就是他交不过 是怎样 大体上是这种情形 所以让你稍了解一下 这大概是这个现象 现在因为像贵 贵这种杂猪的杂猪比较少 这种有杂猪的这种情形较少 一般来说要产生杂猪就比较困难 甘霸面就比较多 有很多人都知道 100张里面 这出现2-3张都很正常 他那一粒灰里面 是完全发 就是说是一个 甘霸面是一个完全发 就是说他里面有雄蕊 也有雌蕊 所以他还是受粉太慢 太慢去把他捏掉 并说他这是要做无粉 所以你要先把肥粉 要把他去熊 我们说这个去熊 雏熊 把肥粉捏掉 捏掉流的肥心 这个流氈 他就比较生实 才来给他交 又拿白的肥粉 腐笨的肥粉拿来给他交 你如果在捏的时候 捏到没刚好 或是说其中有一个 鸭肉去捏掉一个 他的肥粉已经比较生实 你现在去把他 稍微去搁掉那个筑筑 稍微去搁掉 他就有可能 就有杂株的一个三星 所以这通常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可以留看看 比如说留下 一般他的品质都不太好 但是他可能有一个 控肥性 还是什么 蛮有特别的 这种 这个 表现 所以我们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测试 看看 大体上是这种情形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在各管上 有一个 打开 打开的时候 鸭层都是 里面都黑了 然后鸭层也都有 黑烟 这种应该是 疫病 就是说 你这个应该是 他已经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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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病 已经 到了 他到了 在各管上 我们说 水上 已经 到了 他稍微 叫做军水 垂到 你不扭掉 你把它扭掉 空气的湿度 尽管 空气的湿度尽管 经营之下 他就 产生大量 疫病 这种 这种 分身包子 还是 什么 这通常 一开始 一开始 是 在上面 它就是 看到 这种 有一个 黑色的 一种 包子体 这种 东西 所以这应该是 一个 这个 你可能是 因为 摄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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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容易出现 这种 情形 那么 这一般 同上 这些东西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北斑 同上 是说 刚开始 他可能 是 白白 但是 他 比如说 水 摄影头 有时候 会变得很黑 那 更容易 出现到 这种 这种 情形 所以 这有时候 在我们 管理上 很容易 去看到 那么 这个黑烟 你看到 你说的 好像看到 是 这个黑烟 是不是 没有牙虫 没有看到 有时候 这不是 湿度高 所引起的 露菌病 你这种灰色灰色 这不一定是 这个黑烟 这有可能是 这种灰色的 灰黑色的包子体 这是露菌 露菌 所生定的 这种的 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 一个情况 这露菌 那么 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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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有一些 这种 有些关系 所以这应该 若是 灰色灰色灰色 这应该是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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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菌病 刚才我们说的 如果是白白 比如说 他刚开始 因为那两个 是 刚才叫 军水藏到的 一个地方 我们说 水浸状 测大测大 测大测大 有时候 湿度很高 你看到 有一些 白粉 还是 异病 还是 有些 炭菌病 会起来 那么 如果是拌生 拌生就很黑 一种 黑粉 就会变得 更黑 一点点 所以这些 我们看到 有这种 这个 所以这应该是 一个 这个病害 这如果有 湿度管的 这个 这个 那么 收三星的 这个 所以大体上 是这样的 一个情形 那么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在 这个 这个 裏 如果是 比如说 有些 像一些 这个 细菌性的 病害 他就会冷 掉 你要 net 遇到 很明显的 草 那麼一般是比較容易有這種經驗 所以基本上是有這個現象 所以水分的一個管理很重要 是不是 尤其水分的一種 我們這樣說的水分管理 就是說水分變化太大 水分變化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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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情況 我們有一個 譬如說像KT30 他剛才在拼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 或是說他剛才 王文官在驚問的時候 當時吸氣很重 有時候也有一個 細菌性的果斑病 水分成果斑病 所以你在 避開這個地方 有的老年 有些紅的紅的紅的 有可能是這個 你若是比較熟鮭魚 像這樣 但是疲倦 更有一個 scraps 靠一個真正的狀態 像這個狀態比較沒有真正的狀態 所以細菌性的狀態 所以有可能變成它 它會變成它 有些橄欖色的橄欖色 或是像有一個狀態 一些湯在那個地方 在表面 所以這是細菌性的狀態 所以我們在濕度很高 尤其是我們都會先噴油 先噴一噴 為什麼要先噴 噴一噴 它含水比較不會 因為細菌的感染 細菌感染在後面 有可能會馬海海大 比較擁有這種情形 所以正規 為什麼新疆的哈密瓜 大概在我們從小時候 都聽聽聽說 這個洋香瓜 有什麼在台灣 我們在冬冬那時候 比較好症 因為那時候空氣乾燥 它很怕 或是在我們 比較濕的時候 問題就很多 比如說 在歐洲 歐洲 他們就是一些鬼都會集中 在西班牙 西班牙很多地方 和北非沙漠 要接近 他們都是下竿冬雨 所以 柔人在種這個鬼 它會比較濕 下竿地中海 像汽油區 這個地方比較濕 比較濕 比較濕 它就比較沒有這種白海 所以這純粹是濕度 所以我們在種這個鬼 在柔人的時候 通風一定要很注意 再來就是說 無論 這個 有要香蕉 沒有要香蕉 最重要就是 你低管也好 高管也好 你一定要捏一條狗 捏一條狗 這個意思就是 我正正在那個地方 你捏一條狗 他那一隻那裡 就有一個儲品 長的比較濕 金的地方比較濕 不然你如果不濕度 這個問題很濕 你過了還不可以 有一個水分太大的 一個變化 要說你給他 很濕 這個 要開火 要把它乾乾 乾乾乾 之後人家有火來 你就要慢慢 水就慢慢 蒸到尤其 受粉 那個時候 要注意這個水分 這有時候空氣 濕度太多 他會很容易去造成一些 這個病害 包括我們剛才一直在說的 這個 細菌性果斑病 細菌性的果斑病 這在梅廊裡面 在那個 那裡有時候 整個好好的 他就稍微熱一個空 有自己的熱血 這種呢 這都是我們 比較容易去遇到的 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定要 稍微注意一下 提供給我們 注意好朋友 你在管理上 稍微做一個參考 那過了 一定要學蒸 這學蒸 是要學什麼 學水分的 這個管理 這個水分 其實是不太一樣 這個水分的管理 最重要 提供給我們 注意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個水 不能太乾 也不能太淡 不能太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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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淡 變化太大 所以讓我們 提供給大家 先了解一下